中老年人长期进行健身气功八段紧锻炼,可改善衰老对性激素水平的影响,并与改善性能力和新陈代谢延缓集体衰老进程。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,在形态结构和生理,心理功能等方面都必然要出现一系列退行性变化,且这些变化往往是全身性的,多方面的。 微观上主要表现为细胞负量减少,组织盘性减低,脏气萎缩,变性能力。 红端上多表现为细体功能不见减退,无脏负功能减退,肌肉力量下降,动作迟缓,站立部分甚至容易收饶,记忆力下降,反应速度慢,社会适应能力降低的。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